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齐聪 欢迎来到新手买股一本通 这是小弟新书 现在各大书店已经上架了 大家有兴趣买可以去书店买 不然通过小弟买也是可以 今天我要来谈谈 技术面里面的最后一个技术指标 这个其实不是一个技术指标 这个我在书里面我写的题目叫做 大师策略 前高高 前低低 如果你不看内容的话 你是完全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因为这个是小弟自己自创的 也不是自创的 其实是 我是参考 我为什么说大师策略 因为我参考一些大师 他们称这个策略其实叫做 移动止盈 移动止盈 那个概念就是 就是说你的止盈点 就是几时要 卖掉套利离场 那一个点 它并不是固定的 因为有些人它的止盈点是固定的 比如说赚一个20%就走 赚一个30%就走 这个移动止盈的意思就是说 你没有一个固定的 你就看着它走 到了出现某个情况的时候 某个特定的条件之下 它们才卖掉套利离场 这个就要移动止盈 就表示它的那个目标是移动的 我是拿这个概念 然后改良了一下 然后我把这个概念称之为 前高高前滴滴 当然你听着名字 你是不知道是什么的 我前面往后面讲一下 好的 所以 来你们看一下这个图 你们看一下这个图 你看 我这个图里面就显示的 就是一个股价 它从高位掉下来 然后又重新升上去 重新升上去 然后我在里面也标示了很多个 卖出点和买入点 你们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讲一下它里面的内容是怎样 就是 股价绝对不是一条线 顺顺下来 顺顺上去 它一定是很多活着 很多活着 活着着下去 然后再活着着上来 所以 我这个概念呢 是会很频繁的交易 可是 对于那些 有时间盯盘的朋友 就可能会可以试用 而且也蛮大几率可以赚钱的 不过 我并不是鼓励你们这样做的 基本上 我是支持价值投资的 我不是很支持 单单看技术面 ok 我再来讲一下 这个大师策略是怎样 钱高高 钱低低是怎样 ok 当你看这个股价 我说很多波折 下注来的时候 我先说 跌下来的时候 下注来 下注来的话 你先找一个股价 就是收盘价 之前的收盘价 之前的收盘价 一个波折的底部 前一个 不要太远 前一个就好 一个波折的底部 这个底部是多少 然后啊 当它在下一波波折再下来的时候 只要低过之前那个底部 就是一个卖出点 你不要让它跌低过那个底部 只要到了之前那个底部 你就马上卖出 这个就叫做前低低 就是几天前的最低点 你不要低过它 你一低过它 你马上卖 这样你的损失是有限的 你最多你已经停在那个位置 你的损失是有限的 你不会亏超过那个数目 然后前高高呢 就是一样的道理 你找几天前最高的位置 几天前最高的波折 有低有高 你找几天前最高的位置 然后啊 你就看那个股价 它只要超过之前那个高位 超过那个之前高位 你就是一个买入点 你就买进去 然后买进去呢 你就看它上 你就看它上 一样的道理 所以就是 我再重复 它的原则就是 当它超过之前的高度 你就买入 当它低过之前的那个低度 你就卖出 这个就是移动止盈概念的改良版 就是移动止盈的概念 就没有这么平密 没有这么近 它的本来的用法是没有这么近 是看到个远的 可能是看到几十天 几个月这样 我现在的讲话是几天之内 几天之内 是非常频繁交易 我先要重点强调一下 等下如果你们买来买去 买到很累的话 不要怪我啊 我先我已经强调了 OK 它的好处就是在于 就是它可以真的是抓住最近的变化 就是它真的是要大跌之前 你真的是来得及才会 然后啊 它要起啊 它起住一半的时候 就是你不会太快卖掉 你不会太快卖掉 因为啊 你真的是要确认它 跌下来了 你才会卖掉 所以它的好处是 可以讲安全 所谓的安全不是说你不会亏 亏是有限的 然后你赚是无限的 因为你会不断的赚上去 可是这种玩法呢 最怕最怕异到外 就是那种震荡横盘的 然后它们就会不断的上下上下 这个你们就要避免 OK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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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